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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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一些特刊那裡已經用了 英文就沒有轉 這次新一哥上任就正式中英文都轉了 大家看記者會的背景都看到這個新的口號 口號就是口號的所謂 有些人覺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會看點子口號這麼簡單 一個新的口號其實都多少標誌了 警隊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短期的首要任務很明顯都是止暴制亂 但是長期來說 我們的警隊其實會不會演變成一支 為強權政府 以一種近乎軍事式的統治之下的一支 維穩和打擊異見的工具 歡迎上我去Facebook先講一下 新的口號或者新的一哥 很多的傳聞 大家對他有什麼看法 講回舊口號的歷史 一支二十二年前 一九九五年 當時是肥棒 彭定康總督管治期間 這句服務為主 其實是一個 彭定康當時管治香港的一套 可以講是一個管治的哲學 當然很多人只記得他三違反的政改方案 但是他九二年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是改變了香港 改變了當時政府的管治方式 就是要所謂的服務為本 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警隊也採用了服務為本的方針 這個構思是什麼呢 就是要加強警隊和整個社區的關係 這個聯繫 就 一個社區的 就是社區的一種警察 回歸之後 五任 經過了五個一哥 可以這麼說 換了五個一哥 這句口號格言 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這次新的轉變 就是 剛才提到的 忠誠 那些 英文其實是 舊那個 就有所謂care pride and care care就是關懷 很突出就是 社區關懷的那種味道 新的口號就是很強調 忠誠 職責 duty 當然 也有honor 榮耀這樣 表面上就是 我們的警隊就是 忠誠於社會 為人民 所謂的 服務人群 但是 越來越看到 實際上 我們這支警隊 會不會 已經變成了 一個政權裏面的一個 特別一個政府的 政權的一個管治 管治工具 警隊和市民 過去一段期間 其實那個關係 呈現相當緊張 對立 恐怕 一個這樣的轉變 一種這樣的方向 方針式的轉變 恐怕會令到 那個關係 其實會拉得更緊 警民衝突 就算這次的衝突 完了之後 往後可能會 變成一種常態 下去地區 遍地開花 小規模的衝突 會長期存在 講回肥棒當時 這個服務為本的一個理念 是一種什麼的想法呢 就是要令到警隊 所謂的 就是受人愛帶入 不是令人害怕的 就是所謂to be loved not to be fear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社會才可以相對平和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梁振英政府打後 梁振英政府打後之後 那個想法 那個方針是不同了的 有些像哲學家 Macchi Valley 馬洛 馬基亞維尼 就是說那種要權的 就是管治者 掌權者 是要令人民害怕的 好過 給他們愛戴好 就是所謂to be fear to be fear better than to be love 是一種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要令到 要令到市民 要那個執權 那個掌權的 那個警隊 是要令到市民害怕的 鄧炳強上了任之後 會不會用一種這樣的方法 不但只是繼續過去這段期 就是梁振英政府之後 那種這樣的方針 甚至 甚至可能會更加加強 就是那種 用恐懼來管治的一種方式 用更強硬的方式去處理一些 示威遊行 所謂執行 執行法紀 鄧炳強在接受 一些傳媒訪問的時候 他提到 當然都是撐警隊 另外他就說 他自己完全不同意 警員有失控這樣的說法 又或者是用了過分的 無力的一種說法 就形容一些示威者的行為 就已經到了非常接近恐怖主義 這樣的說法 我想新一哥 現在這樣的 就是近乎打仗 可以理解一下 他是要撐著 撐著警隊 到以上 現實上 策略上都是要撐的 但是 你接下來 如果不真的正視警隊的一些問題 不嚴肅去 或者公平 和公平地去處理一些 警員的 違法 違法行為 一些可以這樣說 駕著一輛電單車去撞人群 那種 其實就應該他們口中所謂 非常接近恐怖主義的一些行為 不處理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市民會覺得 會將警隊 放在對立面那裡 市民對警隊的稅任 其實是不會可能 是回到以前的高水平的階段 就是 盧偉聰 在告別 這個 結業禮那裡 都說了說話 就是 過去警隊 市民的滿意度 是相當之高 那他沒有說回 為什麼 近年 是 近來 應該 其實近大半年 是 跌得 跌得 跌得這麼厲害 其實就是 看到 市民會覺得 過去的警隊就是服務為本 現在就是 不是服務市民 而是 近乎是一種 就是要效忠的政權 要向 那個忠誠 其實不是向市民 而是向中央 警隊的性質 會不會已經變成 我們內地的所謂武警 都不需要解放軍出來 因為警察已經扮演著 半個軍隊的角色 一個兩制 所謂五十年不變 現在其實都未到一半 未到一半 會不會我們已經見到 警隊其實已經很快 已經是過渡到 就是那個過渡 五十年過渡 已經提早完成 變成一支 變成一支 跟內地 就是那些武警 分別不大的 一些管治工具 今晚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一支 發 開